嗨,大家好,我是阿伟 我猜想大家看了上集平行宇宙后 应该会想知道是否有平行宇宙的真实案例吧 所以之后我就在网上搜寻相关资料 虽然发现蛮多相关案例 但许多描述都过于简略 而且也不是第一手资料 所以是真是假也难说啦 没关系,我讲出来让大家自己探讨 到底是艺术夸张呢? 还是历史事件咯 1954年的7月份 也是一个炎热的下午 有架飞机抵达了日本的允田机场 也就是日本的东京国际机场 这时就像往常一样 许多乘客开始下机 当中大多都是日本人和一些欧洲人 在过海关的时候 一名身穿欧洲西服的男性乘客 引起了机场人员的注意 为了方便我们称这位男子为A先生 在A先生过关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当他交出他的护照的那一刻 事情就变得特别离奇了 护照上确实有其他国家出入境的盖章 也包括日本 奇怪的是国际上却写着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Torik 随后A先生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 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此国的详细情况 A先生从口袋里掏出许多Torik国的货币 基于这些货币和他的护照都不像是伪造的 在无解的情况下 海关拿来了一张世界地图 要求A先生指出Torik国的所在位置 信心满满的他露出了 欺骗的表情 哦不是 是高兴的表情 但在他发现地图上找不到自己的国家时 脸色立即就变得严肃已不解 他指向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 声称Torik国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这次也是他第三次到访日本 在过去的五年里 他一直飞往各个国家 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随后 机场人员为了深入研究 便打电话到他的公司与他所定的旅馆确认 结果所料 所有人都回应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最后因为无法逮捕他 所以只好把他安置在机场酒店的套房里 等待进一步的调查 为了不让他擅自离开房间 外面则有两个人看守 直到当天晚上 发现他与他的随身物品已经消失在房间里了 也许有人想到 他是不是有可能爬窗逃走了呢 呃 这里是高楼耶 我知道蜘蛛侠3快要上映了 但他应该不是蜘蛛侠 是 A先生 好 如果这起事件是真实的话 那用平行宇宙来说明就再合理不过了 刚才提到托尔国是在千年前已经存在了吧 那就表示千年前是因为某些事情的决定不同 而导致分歧出了一个有托尔国的平行世界 而A先生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因某些契机而从那个平行世界穿越到了我们这个没有托尔国的世界 然后又不晓得用什么方法 又从房间穿越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或是去了其他平行世界 至于穿越时空的方法与契机 我们目前的科技还无法知道 但是如果以A先生的事件来推测的话 我个人认为A先生有可能通过梦境穿越啦 在我们睡觉做梦中出现的各种怪事 目前站在科学角度上还是无法解释的 关于梦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啦 这里就不多谈了 好 如果就像我说的 A先生如果是通过梦境穿越的话 那他就有可能在飞往日本的飞行过程中 小睡了一会儿也做了个梦 醒来后他却已经穿越到了我们这个世界 接下来他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直到海关询问事件后 他被关在一间酒店套房里 由于没办法出去 同时也没事干 所以他又打了个盾 醒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在A先生看来 刚才的事件也许只是一场梦而已 这也让世界回到了原本的平衡 不会因为A先生的不小心穿越 而打乱了我们现今的世界 提到穿越时空与互不干涉 那孙代也提一个与平行宇宙有关系的悲论 祖父悲论 祖父悲论是一种时间旅行的悲论 也是科幻小说故事常见的主题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有时间旅行的能力 可以回到过去和前往未来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有这样一个人 他非常痛恨自己的出生 而且痛恨的想把自己祖父给杀了 导致自己不会出生 暂且把这个人称为小Y 小Y通过时间旅行回到了过去 在自己父亲还没出生之前 把自己年轻的祖父给杀死了 但这一举动就产生了矛盾 小Y杀死了年轻的祖父 祖父死了就没办法生下父亲 那没父亲 小Y也不可能出生 如果没有小Y 那么是谁杀死了祖父呢 换句话说 小Y能出生就表示 年轻的祖父绝对没有死 但小Y的确能回到过去杀死了祖父 但只有祖父没有死之后才有小Y 如果年轻的祖父没有死 那小Y就能出生 然后他又回到过去杀死祖父 如果祖父死了 小Y就不会出生 所以如果没有小Y 那祖父就不会被小Y杀死 所以小Y又能出生 那他又想去杀死祖父 那这事情不就变得矛盾了吗 此时平行宇宙就可以解释这个事情 小Y可以回到过去把自己祖父给杀死 但小Y回到过去并不是自己世界的过去 而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过去 小Y在另一个世界把祖父杀死了 当回到原来的世界时 诶 怎么自己和父亲依然存在 因为是另一个世界的祖父死了 而不是小Y原来的事件 所以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出生 但不管是想杀死灵一个平行世界的祖父也好 确实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 就在刚才说到了 由于平行世界有互不干涉的礼骂 所以直接干涉的事情就不让它发生咯 同样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定律叫 因果律 可以理解为 有祖父才有父亲 有父亲才有儿子 有因才有果 这就是因果律 而违背因果律这样的历史事件 出现的几率是 零 换句话说 如果Y有想杀死祖父的念头 那Y绝对不会被生下来 因为他违背了因果律 所以照理来说 人类是无法改变历史的 许多时间旅行的科幻小说电影 也都站在这个基点上出发 如2002年的电影 时间机器 日本有名的游戏动画 命运十之门 就算主角们想回到过去救活自己已故的同伴 结果救下的却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同伴 最终还是没办法改变历史 当然有人支持平行宇宙论 也有人不支持啦 我这里也没有强迫大家一定要相信什么 如果你不相信也没关系 我只是分享我所了解关于这世界的一些事情而已 那你会是支持平行宇宙的那一方 还是反对的那一方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哦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 欢迎订阅 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 我是阿伟 那下个影片见